阿富汗官员说南部地区发生自杀炸弹袭击有五名儿童被炸死 当局说袭击者的目标很可能是一个接在一名当地官员的汽车 但是却击中了附近的平民 这次袭击事件星期一发生在坎大哈省 还没有人表示对自杀袭击负责 美国河北约指挥官已经警告说 随着国际部队和阿富汗部队努力清剿阿富汗南部的塔利班激进分子 暴力事件还会增多